我對這件事情我覺得比較 指揮中心幹的好事 指揮中心幹的什麼事情 到底他知道什麼事 因為從過去到現在 我們發現有兩個狀況 第一個就是說 其實指揮中心對於疫情啦 防疫啦 疫苗啦 其實過去對於我們國人的交代 是不清不楚的 那我們有很多東西都是事後查證 結果講的都不一樣 有的時候事後查證才發現有隱匿 有的時候也是發現 就是都有經過包裝等等 資訊其實是不清楚的 可是有沒有發現 有的時候有很多資訊 好像周一寇都比指揮中心 都會知道 莫德納要來他就講了 對他還要更早一點 那就是說他是不是 有很多的管道 可以把這些事情知道更清楚 那是不是有些事情是周一寇他知道 那也就是說 所以3加11搞不好他知道 怎麼回事 我認為應該是知道啦 那說以他們的關係 跟過去他這麼提早爆料 又這麼精準的爆料很多事情 如果現在 你弄得我們叩叩姐不舒服 我在想 其實民進黨黨中央 其實有一些人應該也蠻抓的吧 萬一他這個 一個不小心或者一個憤怒 把很多事講出來了 那會不會對他們有很大的傷害 我倒很好奇 到底指揮中心有哪些事情 那是不是其實周一寇 他是真的是信口開河 還是應該要把這些事情 讓大家說清楚講明白 讓我們來知道 那他又說了一句話 他說 他這個警告民黨政府說 拼流量不如好好的救人命 我覺得這句話講得真好 是沒錯 我真的從來沒有覺得 我們叩叩姐講話 讓我這麼佩服 這句話講得好啊 你其實要去趁這些網紅 去拼流量 不如好好去救人命 那麼 除了要講這樣的話之外 我倒希望 真的這個叩叩姐 能夠多給這個民進黨政府 多一點好的這樣的一個建議 那因為 這個民進黨政府 現在聽不怕聽不怕嘛 也許還有一些把柄是 就是周一寇所知道的 那因此我們這樣子去跟他建議 搞不好他會從善如流去聽也不一定 是也是也是 剛才委員其實講得很透震 因為我們上面沒有列出來 他還說指揮中心有一些好事 這個 所以說所謂的炸中央黨部 說不定人家不是真的炸 他是有一些內幕 我放出來可能炸了你中央黨部 他是講給知情的人士聽 不過在講說該什麼 12億8億這些預算都拿去宣傳 結果回過頭來 我們去買的疫苗 就是不是就是一百萬劑 兩百萬劑然後買不到 然後現在來了一個四十億萬劑 就被人家罵翻說 還以為是四百一十萬劑 然後做篩檢又說 我們要考慮成本等等等等 可是看起來 那你為什麼要花這麼多地方 在做虛的事情 宣傳就是虛的事情 疫苗才是實的事情 現場來的是想念議員 今天換了新造型 沒有戴眼鏡了對不對 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這我們想問一下 對那虛的事情 你排那麼多預算幹嘛 你不是自己說這個政府 預算有限 買國外疫苗不能買那麼多 或是說篩檢要考慮到成本等等 你把這些錢 其實拿去做真的實事 防疫的實事 不是比較重要嗎 民進黨執政的本質 這個我想這個之前在節目上 也有幫大家分析過 本質上就是宣傳宣傳在宣傳 他們的政治人物的核心價值 從來不是什麼國際民生 從頭到尾都是如何利用最小的成本 去維繫自己的政權 去最大化自己的政治紅利 所以哪怕是一點點小事情 他也要把他宣傳得非常誇張 那這段時間 這個其實自從美豬 開放美豬開始 這個對於這個 蔡英文政權來說 他就是一個拐點吧 就是說從本來民意的高峰 一路開始溜滑梯一路往下走 面臨的是一個信心崩解的狀態 所以剛剛在討論這個 這個寇寇姐跟館長的這個互鬥 某些層面就是民進黨 宣傳路線的一些矛盾之處 他現在當然是宣傳 而且他加大力度在宣傳 但是他的對象已經不一樣 過去在大選的時候 從核心這個綠營支持者的宣傳 他必須要去爭取 中間選民的認同跟支持 所以他會找很多這種 他比較不是政治領域的這些網紅 他的策略就是這樣 但是現在已經是最外圍的 就是他那個中間選民的這些支持者 已經大量的流失 那流失的時候他非常焦慮 而且這個流失是會骨牌效應的 因為當一個政權 失去了中間選民的支持之後 他會開始危及到基本盤 因為就是整個明星的不信任 所以他現在在做的是鞏固 基本盤的這樣一個宣傳策略 所以這個是核心的宣傳群眾 跟外圍中間選民的宣傳群眾 一個互相的漢格 一個互相的衝突 那當然做這個人 不管你是這個網紅也好 還是這些媒體人也好 本來看的都是什麼 就是大量的宣傳預算 執政的時候有政府執政 執政黨的這個標案 不是在野 選戰的時候 則有各候選人的這個宣傳經費可以拿 所以這個台灣長久以來 就是大家都很買單這一套 就很吃這一套 那當然大家都非常焦慮 為什麼我們的社會 永遠都吃這一套呢 其實還是要回到自己的身上來看 如果越來越多人 可以願意理性的判斷政策 把事情的道理講清楚 那希望在野黨可以聚焦的是民生議題 聚焦這些東西 你看過去一段時間 從蔡英文執政到現在 這個第二任期到現在 他都還是這個國會過半啊 他還是大權在握啊 可是為什麼他剛當選的時候聲望這麼高 他為什麼現在這麼低 他一直都有在宣傳啊 他一直都投入預算啊 甚至越投越多啊 但為什麼這個支持度越來越低 就是因為他民生的地方沒做好 所以大家只要這個就事論事 聚焦在民生議題的討論上 指出政府的缺失 這就對了嘛 不用太去焦慮說 這個民進黨還會玩什麼花招 還會用多少網路 某一些層面我是很認同的 你搞了再多的這個網路意見領袖 搞了再多的網紅 都不會改變你執政不利的事實 所以大家應該聚焦討論 我們整個社會應該聚焦回來討論 就是你這些這個 這個民生議題的執行程度啊 你防疫的表現怎麼樣啊 就是要好好討論好好監督 只要大家貫徹這樣子的 這樣的意志 我認為就非常有意大 所以剛才在講這個就是 你回到剛才想 我們想蘇貞昌的那一張圖 原本那個好事情就是說 莫德納疫苗要來的時候 過去就看到很多的意見領袖 網紅啊就會在上面 謝謝政府謝謝什麼 哇太棒棒了 這個太怎麼樣 台媒關係最好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做不好的時候 這些人其實你再怎麼洗不掉 這些民怨就會排山倒海而來 剛才想的議員講的就是這個道理 不過我要講到 回過頭來剛剛那一張 我要講到一個人 因為周易寇在講的時候 你說你們這些搞網路的人啊 他舉了一個例子 韓國瑜在選舉的時候 點閱率比你蔡英文高啊 他其實講給蔡英文聽了 然後呢他也不是選書你了嗎 那你說這個網軍真的有用嗎 笑死人了 然後另外一方面 韓國瑜在做什麼 你說韓國瑜就真的退出政壇 然後就從此消聲匿跡 他不做事了嗎 韓先生來敲門 我相信很多人 大家會很忠實去訂閱或什麼 前陣子不是看他 他跟一群那個iPad照相 把他送電腦送這個平板到偏鄉去 因為現在疫情的關係 大家必須要在很多的偏鄉 他可能沒有這些平板 他去送這個東西 然後最近有影片 他去送菜去送給需要的人 結果呢他說 就有這些網友說 為善不遇人之才是正確的 就說韓國瑜你又在搞什麼鬼 你又在想說你要你要紅 或是你有什麼野心 你要幹嘛你要選了嗎 那韓國瑜就說不是啊 是拋磚引玉啊 做事實在是大家一起來 同樣的例子 你放在賈永捷身上 你就想通了嘛 你就是拋磚引玉 大家才會說 我也有資源 我也有錢 我也想來幫助人 但是我覺得奇怪 這些側翼啊 網紅就是在搞這些事情 就是你就是攻擊對手 而跟宣傳自己啊 我要怎麼講 大家才會清楚 我不知道 我已經盡力了 如果大家還是要 被這樣子的汙汙汙汙 汙汙汙的東西 佔滿你的腦袋 你永遠只能平斷這種事情 其實如果我們分 把所有心平氣和的 把所有的真的雜質都放掉 不要任何主觀 當然我知道很難啊 我進媒體的第一天 我前面再告訴我 絕對沒有絕對的主觀 只有相對的客觀 所以不可能的 但是你如果真的放掉一些雜質 你看不管賈永捷 韓國瑜或者是 甚至是最近又冒出來的幾個明星 什麼宜君 侯宜君 或者是誰 全部都在做好事 可是為什麼 在2021年的台灣 你們看到每一個人 同樣一件事情 你看他是黑的 一下看他是白的 一下看他是綠的 一下看他是紅的 為什麼 你被染掉了 你知不知道 我這邊要補充一下 我要講一個例子 就是剛剛有這個講 蕭敬騰就是一個例子 他只是為了工作去 去大陸打了疫苗 被說你看你看 這個就是賺大陸的人民幣 你不知道人家五月中的時候 默默去捐了很多醫院的醫療物資 他是不講而已 他馬上變壞人了 只要他被套上一個最近這一陣子 這三年來五年來 民進黨用1450跟網軍 構築了一個紅色網 然後把它包起來抓到了 從此以後他就變壞人了 包完一次然後丟了變壞人 包完一個韓國瑜變壞人 包完一個蕭敬騰變壞人 包完一個許甫變壞人 全部呢把紅色包起來 就變同一個顏色 然後於是你們以後看到紅色的網 他就是壞人 哪怕韓國瑜捐得比賈永捷多 你也會覺得他是壞人 沒有是非了 全部都是因為這些混蛋 全部都這些什麼1450 什麼這些東西 把大家的腦袋搞得混濁了 有沒有可能變清楚 靠你自己啊 靠我們沒用 我講得吹到全坡 講到我都累了 你也不會醒的 可是有沒有可能醒 有啊 這像小劉議員剛剛講的 這一波來大家都醒了 你自己看PTT 所有那個醒的程度 讓我非常意外 你最近去看PTT 以前啊 你在那上頭看 所有那種痴迷盲從 只要蔡英文做的一定是對的 對 衝刺了所有的版面 沒錯 只要罵蔡英文就是虛 只要講政府很棒 那就是推 現在剛好完全相反 沒錯 我跟你講如果你不是知道 那個叫PTT 你還以為是中天留言版 你還以為是大新聞大爆掛 現在你們正在留言 我真的有點不信 我看PTT 或是看現在蔡英文 或是蘇貞英文 臉書底下我想說 發生什麼事情了 對啊 我是不是按錯按鍵了 你按到許甫 大新聞大爆掛的留言區了 是 整個鋪墊蓋地的罵 但是你如果只要講 陳時中人家做得很辛苦啊 他以前幫我們守住了一年半 我跟你講下面被罵死了 所以1450出來洗風向了 不是 但是1450洗風向 所有的清醒的老百姓 開始把這句話罵死 對 就看到他就說 大家來什麼朝聖1450來了 然後所有人呢 就會跟你講 陳時中給你一年半了 你還在那邊哭 清醒了啦 真的會清醒 就是小牛藝人講的 當遇到民生大事 自己關心的東西的時候 他就會清醒了 我跟各位說 我去年接受過一個媒體的專訪 在訪問的過程裡面 他帶了兩個實習生來 都是傳播學院的學生 那天呢我在討論 我如果記得沒錯 是一例一休 再加上後來的某一個議題 然後我在討論的過程裡面呢 那兩個學生 一眼我就知道他是覺青 所以我在講的過程 我講到蔡英文不應該這樣子 不應該怎樣 我看到其中一個女生 她滑手機這樣 然後看著我就這樣 很不屑 非常不開心 一看就知道啦 然後呢 我那一天 訪問總共講了二十幾分鐘 當我講到十分鐘的時候 我突然發現那女生這樣子 然後看著我 然後手機停了 拿下來 然後後來是手插腰 因為表情變化了非常的多 於是我後來訪問完之後 我就告訴她 我就問那個記者 我說等一下 我先跟這兩個學生講一下 我說這些女同學 你剛剛表情好豐富喔 有這個 我突然發現一件事 我說什麼事 原來蔡英文會犯錯 她原本不知道嗎 還是你講的是 她從來不知道的事情 這句話你不覺得 一身冷汗嗎 有這個 原來蔡英文會犯錯 我說蛤 你在你們的年輕人的心目中 蔡英文永不犯錯 而且也就是 蔡英文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對的 他說本來我這樣子以為 所以我剛剛前面講 我很不屑 我知道你又在那邊罵蔡英文了 可是你後來講一粒一休 因為我用到我自己的面電 用我的財經模式 然後跟她講 我說服她了 她手機拿下來說 因為那時候我突然發現 你講的有道理 後來我再去思考 我家的一些狀況 還有我爸爸最近的一些狀況 我發現好像是這樣 沒錯 他說原來有這個 我現在相信蔡英文會犯錯了 你懂我意思嗎 是會變的 是會變的 這些1450 這些民進黨用的鋪天蓋地 花幾百億去做宣傳 不如拿幾百億去買疫苗 救幾百萬個我們的自己的國人 這些年輕人 經過一次又一次 讓自己的受傷 他們懂的 他們絕對懂的 我那一天這樣子救了一個年輕人 我相信如果大家還願意講 願意繼續說 我覺得臺灣會越來越清醒 不會被周玉扣管長這些人 為什麼他們焦慮了 因為曾經支持 其實義無反顧 蔡英文永遠是對的 這個已經講不通了 他們發現跟這些人講 館長發現跟王 跟在PTT上講的時候 是撞牆的 所以他趕快要轉啊 見鋒轉舵 這時候他才能活下去啊 他們只是為了活啊 他們為了活呢 開始又要想要汲取這些人 可憐的老百姓的能量跟資源 可是現在這些人已經不讓他擠了 所有人PTT全部轉向 所有人很多都清醒 包括原來勞不可破的民調 我相信國民黨內部 應該自己有做一些民調 我說實在的 在5月15號之前 你們每次做 應該心裡面都是量了一半 勞不可破 哪怕是萊豬 萬元元 我應該講沒錯吧 萊豬的時候就有影響了 但是沒有到 大家會覺得說 這是個破口 這是應該民意要逆轉了 但是你問國民黨內部民調 但是就沒有那麼明顯 沒有到崩盤的地步喔 但是5月15號之後 事關你的命了 這些人所有人 現在都開始反思跟清醒 因為關係的他阿公阿嬤 關係的他能不能上課 關係的他的學業 關係的臺灣 關係的疫苗 關係的他自己能不能活下去 我跟你講整個都變了 既然有這個 我先因為有這個時間快到 我既然有這個講到民調的部分 我就特別下一題 其實就有這個問題 梅利島電子報說做出蔡總統 滿意跟不滿意度 已經死亡交叉了 但是他做出現在還有一塊的鐵板 在哪裡 在所謂的雲家高屏地區 而且他說年紀偏大的長者 結果但是我發現最近一件事情 第二條病毒就在哪裡 試虐 在屏東試虐 昨天蘇貞昌從來沒有在哪個疫區 說有這個群聚有什麼時候 清真現場去看 昨天他到屏東訪寮到訪山去了 蔡英文昨天下午 從來沒有為一個單一的疫區 開視訊去談 我開始很關心 拜託千萬戰戰兢兢 一定要確診持續下降 拜託大家再忍耐 這些事情是不是就是 我最後這塊鐵板我不能掉 我再掉我真的是全面崩盤了 我覺得這波疫苗 很像臺大公衛的專家 陳秀熙陳老師說的 他跟我講這個叫做政治病毒 他說你有發現以前不管什麼伊波拉 不管MERS 不管SARS 政治人物從來不會中的 這一波全部都是政治人物在中 什麼強生啊 就連英國王子啊 全部都這些人中 我說好像有道理 他說這支病毒有思考的 你哪邊有破口我就哪邊去 他的破口是指 你這些政治人物太過鬆散的時候 這個病毒就往哪邊鑽 各位看為什麼這一次 所有民進黨的民調會崩盤 因為起始點在哪裡 桃園的諾夫特 沒有守好之後呢 往哪邊第一個 第一個擴散的地方是哪裡 萬華 如果我記得沒錯 萬華其實稍微比較偏綠一點點 對不對 你往那邊去的時候 整個萬華的人開始清醒了 全部都知道了 這一次你會發現 時機點之巧合的 當所有南部從潘孟安 陳其邁 在往臺北招呼的時候 每天在那邊罵 陳其邁每日一罵 雙北 他們好像有區域聯防 有分區 我這個招呼你這個 我這個招呼你那個 責任區域 你有沒有發現 有齁 這個病毒就告訴你 不要再玩了 我來找你了 讓你們知道 好好訪我 好好做事 好好把老百姓的身體照顧健康 才是王道 你才有辦法自己把民調秩序 去吻下去 再來 你看這些屏東 我真的是替這些屏東的鄉親 我覺得你們應該也會清醒 你們非常清楚 他們現在正在做什麼 最近我的臉書跟我的私訊 收到非常非常多的南部 但是我真的 我也沒辦法去念他們秀給大家看 但是你可以感受到他們的情緒 已經沒有像你想像中的鐵板一塊了 他們已經發現跟我碰到那個學生講的一樣 原來蘇貞昌也會犯錯 原來陳時中也會犯錯 因為當你的家人真的在染疫受傷 甚至死亡的時候 你會知道 我挺了半天 我的家人出事了 原來潘夢安也會犯錯 原來陳其邁也會犯錯 原來我的命都是在這些人身上 我以前這麼信任你 但是我現在變成這個樣子了 你會發現整個疫情的發展下來 當你開始歐龍西都 想東想西的時候 他就會往那個地方去招呼 你看整個從洛富特 你自己想真的很妙 你在5月15號之前 我發現國民黨應該會覺得 每次做什麼事情鐵板一塊 好像很細餒 沒有順風可言 但是你現在只要講什麼東西 以前哪敢罵陳時中啊 你們敢嗎 要順時中 去年那個時候真的是順時中 我跟你講你出征陳時中看看 是 連記者都不敢問問題 就是在指揮中心的時候 但是他破口在哪裡 在桃園 其實點是什麼 其實點是因為他想保護鄭文燦 他要讓鄭文燦 因為諾夫特 跟桃園的群聚不會崩盤 所以派出陳時中跟國家資源 整個來進駐桃園包了下來 我相信外委員看得非常的清楚 愛之四足以害之 反過來我們退一萬步來想 如果當初鄭文燦 是像柯文哲跟侯友一樣 每天2點40分跟3點30分 坐在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桃園版的上面 指揮落定 然後把諾夫特壓下來 承認錯誤該換的該做的 病毒全部壓下來 我跟你講 你相不相信鄭文燦 今天絕對民調超過30% 而且沒有後來的柯文哲 也沒有後來的侯友宜 因為你撲滅了嘛 你怎麼會有這個 而且你用柯文哲的方式 只會落定 我跟你講你就是大阿哥 你在2024你就是靠這波贏文了 但是民進黨愛之四足以害之 整個派下來把它蓋住之後呢 他沒表現 病毒是公平的 好 我到柯文哲這邊 我到侯友宜這邊 他們兩個無懼無怕 我做給你們看 一做下來之後呢 民眾愛死他們了 因為關心了他們的生命 所以老百姓愛死他們了 現在再來一次 這是屏東版的諾夫特 民進黨蘇貞昌啊 你們看到喔 特別下去 蔡英文的故鄉 全部的國家資源下去了 幾乎是用以前不會講的四級 這是四級了吧 只是沒有講出來而已吧 商店不能開耶 交通不能動耶 這不是四級這是什麼 然後呢 連陳時中普篩不講的 講出來了 沒錯 是不是整個資源都下去了 保護誰 潘孟安跟陳其邁 再保護啊 真的是本命區 因為不能倒啊 你們再保護 再有一個諾夫特事件 民進黨就不是像最近 連台灣民意基金會 調查的二十幾趴這麼簡單 台灣民意基金會 美麗島電子報 都告訴你說 滿意度已經大於不滿意度 我非常同意游林榮他們 這些老師講的啦 我跟你講非常簡單 蔡英文只要開放疫苗 保證國民黨又完蛋了 他馬上又回到三四十趴了 可是他會不會錯 自己猜 好謝謝 有這個我看到這個聊天是反應很熱烈 而且我們現在已經破萬的在線人數 大家可以刷一排這個慶祝的表情 為大家努力 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大家來幫我們衝破 我們現在善良的聲音很少了 不要讓館長一人獨八一百萬 第二個小時還有這個 韓濱哥加入我們 韓濱哥也要訂閱 不過我要先請教一下這個委員 其實我們討論進來這個Delta病毒 大家真的是很害怕的一件事情 為什麼 因為一開始大家就覺得是仿山群群聚 就是說這是秘魯阿嬤的狀況 但是後來又說秘魯阿嬤只是丟個垃圾 沒有跟這個朋友聊不到一分鐘 甚至說上救護車跟人家聊一下 就會出狀況嗎 再來就是說仿療醫院裡面 那個老農夫跟秘魯阿嬤這些人 其實他們是不同時間去看病 不同科也同樣感染 然後大家都覺得說 那感染源到底釐清了沒有 所以今天中時電子報有一個標題說 屏東的Delta恐怕會有胃爆彈 當地老人人口多 而且他說裡面最重要說 擔心會有黑素 大家在懷疑說 那現在這個Delta病毒 是不是真的是秘魯阿嬤傳染的 或甚至是其實早就出現了 為什麼要這樣講 我要先把這個點出來 中央社大家如果還記得 可能遺忘這個新聞 台灣到澳門的男子 驗出了Delta變種病毒 一開始說 在越南的感染機會大 結果後來人家澳門做的疫調是什麼 原來這個台灣的男子 他有隱瞞他的疫調 原來他說他去過越南 但是他沒有說 他去越南回來之後 他去了印度 他沒有說他去印度回來之後 他五月份回來了台灣 他是在印度那時候就已經出現了 有一些輕微的症狀 五月中的時候回到台灣來 然後才到澳門去的 如果我現在講的是 我不知道這個狀況 如果假設他的Delta病毒 是五月中 那時候已經開始傳播了 那現在我們是社區裡面存在的是黑素 現在不是說我們秘魯阿嬤 或是屏東老果農 我們要去找他 這整個是一個很嚴重的一個狀況 我不要就這個案子 去細細的做分析 但我講一個大方向給大家知道 我們記不記得在去年的時候 那時候疫情剛爆發的時候 那我們每一天陳時中在播報台上 我都稱那個叫播報台 就是播報這個今天 唸一些 唸稿子嘛 說今天有多少確診 那時候其實大家很在乎一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也是陳時中 陳時中刻意誤導大家的 他都會告訴大家說 這都是境外移入境外移入 這是第一個 那他感覺說境外移入 就不是這個確診的樣子 所以大家只要聽到境外 好像很鬆懈 好啦 後來呢 甚至開始有很多我們的國人 出國去以後 在國外就驗出來他也確診 可是那時候他在台灣 如果大家有一點印象的話 他是還是否認的 或者是去迂迴的去帶到說 這個可能還有他去什麼地方哪裡 總之跟我台灣本土無關 對 千絲萬里 反正就牽到境外就對了 都是別人的啦 好 那後來呢 你看我覺得有一些黑處去隱藏 一旦疫情爆發以後 就是這麼可怕 那這次Delta的狀況也是一樣 記不記得那時候 屏東剛爆發的時候 在講疫調 我們剛剛講疫調 這是很重要嘛 澳門這個男子呢 中間原來他還有一段疫調 其實因為不夠詳細 不夠坦白 所以其實會有很大的影響在 那時候呢 其實那個潘夢安縣長說 這個疫調應該誰做 第一時間他怎麼說 他說台中做啊 戶籍在台中啊 戶籍在台中 戶籍在台中 所以應該在台中做 那我們大家在講說 這以後是不是在疫調這件事情上 我們也要把這個叫做 戶籍來校正回歸啊 就先問一下你們到底戶籍通通在哪裡 通通先推出去再講 沒有這個道理嘛 所以他第一時間這樣說被罵翻了 那陳志忠當然後來也定調說 其實這個個案在哪裡 就由當地的衛生局去做 所以第一時間他們想到其實就是甩鍋 所以你說台灣不管是確診 各方面有沒有這個黑數 當然有啊 這個黑數存在是非常的大的 那我回頭講一下 其實剛剛上一段在聊的 就是說 其實現在的這個年輕人覺醒了 但是因為現在 現在因為疫苗 那疫苗進不來打不到 那不管攸關他自己 他可能年輕人他要上班 他不得不出門 可是他沒有疫苗可以打 他排到好幾十幾類去了 那他可能家人也打不到 那所以他有感了 那因此他覺醒了 可是我要講說 其實從萊豬開始起 雖然那個時候我們做的民調上面來看 民進黨還沒有現在這樣全面崩盤式的下滑 可是在萊豬那個時候 其實有很多 因為萊豬進校園嘛 那時候不曉得您記不記得 萊豬我們那時候要禁止他進校園 但是民進黨全面封殺 他不肯我們去做這個修法 那結果那時候有很多學校的老師 爸爸媽媽 其實那時候就開始反彈了 所以我覺得是這樣子的 有時候就是看熱鬧 大家覺得好玩 然後跟著這個蔡英文的口號式 這個方向去走 那覺得好像有一股熱忱 又覺得這個看戲那種熱鬧 可是一旦事情到自己頭上的時候 你就有感了 所以從萊豬有一波 他們被傷了一次 然後後來藻礁又有一波 又被傷了一次 到這次疫情是全面的 大家都有感了 那這時候我覺得 蔡英文他們在用這種口號式的 我覺得不太容易了啦 慢慢大家會覺醒 那最後再補充一個 我們剛剛講到那個 那個我們的這個韓總 其實各位知道嗎 那個賈詠傑這一次 他不是親自去屏東 去送這些醫療器材 那竟然連賈詠傑都有人要酸他 145年都有人酸他 就說你是做秀啦 這還繼續酸啦 對 說你是做秀 你幹嘛自己去 孕下去不就好了對不對 那我覺得賈詠傑真的很棒 這人美心善智慧高 他說假設這是一場秀 也是一個非常美麗的秀 不是嗎 我是去幫助大家的 大家跟著一起秀沒關係嘛 把資源拿出來 都來把這個秀的舞台拉大 大家一起做一場美麗的秀 那他不為所動 那一樣去做他的事 各位知道嗎 其實我在就是去年的時候 因為我們桃園 有很多家育幼院 那其中有幾家 其實我常常去跟他們都很熟 那我在去年的時候 去有一家育幼院 這個育幼院呢 原來是在這個大園觀音這邊 後來呢因為這個 要自己買地 然後蓋這個育幼院 就到了楊梅去 那我去看這些孩子 我赫然在那個牆上 在牆上也寫了一些就是說 有哪一些人 在這個育幼院 在籌建這個建設的過程當中 有給予幫忙 我竟然看到 我們韓總的名字在上面 他從來沒有對外宣傳過 都不知道 因為之前都沒有講過 100萬 100萬就在那個牆上 我問了那個院長說 韓總有來過 他說有 他就這樣自己默默的 就跟著一個助理就來了 然後表示說 他知道這個育幼院要重新蓋 那需要很多經費 他來捐了100萬 所以我覺得其實當他為善 不欲人知的時候 還有旁人 要這樣子去打擊攻擊他 可是我覺得沒有關係 韓總也好 賈永傑也好 做對的事情 我覺得還是很多人在支持的 是 這個剛剛講到做對的事情 還是有很多人在支持 但是如果你做父母官 你有沒有把事情做對 這個就很重要 我們來看到屏東現場 潘孟安他怎麼說 他說我剛剛在提 是不是可能有黑術 也有報紙這樣寫 然後你看五月中 這個男子就已經驗出 Delta病毒 待過臺灣了 那現在感染源還沒釐清 可是潘孟安說什麼 他說我們要開啟防疫新生活了 所以封港 善於今天解封了 我們回頭去看 中國大陸怎麼防毒 Delta病毒 在廣州的狀況 他設了五千個獨立空間的 國際健康義戰 昨天還有講到說 包括人家這個隔離是二十一天 然後還要有六次的篩檢 跟三次的抽血 我不知道中國大陸是太小心了 還是他們防疫太落後了 還要用這種笨方法 我們都已經解封了 健康新生活了 可是國際的排名 人家是第八名 我們是第四十四名 我們今天線上要邀請到的是 朱年峰助醫師 我們想問一下 對 助醫師 我們大家都很擔心Delta病毒的狀況 可是今天看起來 怎麼秘魯阿嬤倒垃圾 會傳染給鄰居 或是說這個老農夫 在仿療的醫院跟人家不同時間 不同科別 可是可能也會傳染 這病毒第一個 真的有傳染力這麼強嗎 還是說其實這整個已經存在 潛在的社區感染 但是屏東現在好像認為說 已經可以控制住了 我不知道醫師你怎麼看 我覺得這個Delta病毒進入仿山 其實有三個指標個案 一定要先把它分清楚 要不然這麼快就解封 還是有危險 譬如說第一個就像你剛剛講的 那個仿山阿嬤 他因為跟隔壁那個 秘魯阿嬤 倒垃圾接觸的對談一下就感染 那第二個就是那個白牌司機的感染 第三個就是這個腦農的感染 其實其他他們家庭內的群聚 或者是喝茶的群聚 或者是阿嬤祖孫 那個我是沒有關係 因為他們這個是確定這個群聚 但是這三個 會不會是同一個來源還是不同的來源 這個其實才是要最重要的 那因為國外已經說了 那個Delta的病毒 它的傳染力是比較高的 而且致病力 說叫瑞士小刀啊 說真的非常可怕 對 那也許這些病毒進了台灣 就像原來的武漢病毒進了台灣 大概傳第一鏈 第二鏈就沒有了 那我們也可以相信說因為台灣 台灣人因為特殊的體質 或是口罩戴的比較好 所以不會一直傳播 向國外傳播這麼大 但是我剛才講的這三個案例 因為他的傳染源 都還是有一些不確定性 或者他的時序上有一些不確定性 那如果這麼快就是說 這個是全部解封 我覺得是稍微快了一點 那畢竟我們還可以在第7天 或是第14天的時候 再做一次這個篩檢 那其實這樣對整個Delta病毒 在南部地區的造成的影響 可能會更確定 因為我們知道一旦有了破口之後 要再補是很麻煩的 就像一進來了 從那個境外一路的 一進來了之後 到了社區就很麻煩 那我們寧願他這一次做的時候 可以先仔細一點 更完整一點 就做的時間再久一點 不要只做一次 然後就停 可能第二次一個禮拜以後 或是兩個禮拜後 再做一次來看一看 那到底有沒有這些 要不然你很難講說現在是15個案例 你很難講說這個15個案例 他就包圍了全部一個Delta的 這個故事就結束了 因為這樣是可能 在國外的話 大家也知道 他的那個R0值是5到8 就是一個人可以傳染5到8個 那如果你有3個或是5個的話 你最起碼也可以傳染到 70個80個個案 那但現在不是 現在只傳染了15個個案 就結束了 那也許是台灣人的保護力比較好 那也許是因為我們有更多的 沒有篩檢到 這剛剛就講的這些黑術沒有篩檢到 那其實這個才是要更仔細 更小心一點的 疫情一定要預理重演 就是這樣 好 謝謝 謝謝朱年鋒助醫師 他特別有講到的重點 就是說你現在就說 我們要開始防疫新生活了 好感覺起來屏東的危機 拆彈專家解除了安全了 我現在要請教兵哥 就是說我前面講到的說 屏東感覺是民進黨高屏地區 民進黨本命區 現在感覺起來 這麼快就說沒事了 可是大家都懷疑說 裡面還有很多的黑術 尤其如果你這個黑術 很可怕的是 你打過疫苗的之後 Delta病毒他可能還會在衛裝 再侵入到你打過有抗體的人 再次的染疫都有可能 但是我們的縣長潘夢安說 我是吹哨者 你們不要再霸凌我了 而且我說今天就是解封了 今天就已經防疫新生活了 這個是政治考量 還是真的是專業考量 這當然是政治考量 這不用講你知道為什麼 理由非常簡單 因為對民進黨來說 之前他們是怎麼樣 去考慎雙北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如果發生在他們 自己執政的區域 然後他們沒有很快速的 就把疫情整個撲滅的話 那他們就沒有辦法去面對 他們過去自己質疑雙北的 這樣的一個聲音 所以呢他們必須要 非常加速的動作 所以你會看到 陳其邁突然一夜之間 把整棟大佬全部都封了 然後全部篩檢 那目的幹什麼 就是為了要去做出這種 雷厲風行的這種樣態 表示他們是有行動力的 可是很好笑的是 這個其實是跟 CDC跟防疫指揮中心 過去的指示是完全相違背 雙北過去想要這麼做 防疫指揮中心不允許了 那為什麼高雄就可以這樣 那同樣屏東也是這樣啊 老實說我覺得潘夢安 這個人已經最近不知道 在胡言亂語什麼東西了 一下什麼正直的抗體 一下是吹哨著 然後現在又說 開啟防疫新生活了 所以因為這邊都很正直啦 大概是有都很正直的關係吧 不是欸 潘夢安現場 你忘記你前兩天講什麼 我們不考慮風春欸 那你在接什麼風 你沒有風春啊 這不是你講的嗎 所以話都 講沒風春也是你 講解風也是你 那到底是有風還是沒風 奇怪你現在 要不要去做一下 他心神狀況檢查 我覺得你每天 不知道胡說八道什麼東西欸 真的真的搞不懂你在講什麼 但是不管怎麼樣 他現在解風了 可是現在解風就 像剛剛駐年峰醫師講的 現在是非常危險 為什麼危險的理由很簡單喔 因為大家不要忘記 這個病毒是不是要潛藏 還是我們並不知道 可是呢 這些人的保護力已經夠了嗎 他們什麼時候開始打了疫苗 上禮拜才打了疫苗不是嗎 所以前兩天才開始打了疫苗 請問一下現在會有保護力嗎 就算疫苗這個疫苗真的對 Delta變種病毒有保護力 它現在還不存在保護力啊 因為你至少要等到兩個禮拜以後 所以你現在解風會不會太危險 那你現在是不是又在做一個賭注 我發現民進黨喔 防疫就有一個字 什麼東西都用賭的 像之前在海關的時候 他進來他就是不要塞 我就跟你賭 然後什麼東西都是用賭的 疫苗也是跟你用賭的 賭台灣自己的疫苗一定會好 可是人命賭輸了就回不來了耶 反正死又不死他家了 他在呼喊 他真的確定說真的自己親朋好友不會 他們都先打了疫苗嘛 所以你怕什麼 現在丟他疫苗很毒啊 我跟你講 他們會覺得說他們自己都保護得好好 至於是死這些韭菜 而且他們更厲害的一招 到時候真的不行就丟給國民黨 就好啦 反正國民黨就接啦 又背著鍋 所以呢 對民進黨來講 這是萬事萬靈啊 所以他們現在又在賭 又在賭什麼 不會再發生了 可是說真的 我對這一個 他們目前為止的疫苗結果 第一個我是非常存疑的 我實在很難以想像 兩個人沒有接觸到 彼此戴著口罩講話 如果就會傳染的話 我到現在不明白 那我們現在還戴口罩的意義 到底是什麼 大家有沒有想過 如果這麼 兩個人都戴口罩 然後保持一段距離 講話就會傳染 那大家把口罩全部拿下來 現在我們現場就脫掉了嘛 反正也沒有用啊 完全沒意義啊 幹嘛浪費口罩錢 難道我們要 土利口罩廠商嗎 不是吧 對不對 所以你確定 這個疫苗做的是對的嗎 他們是不是有一些忘記了 或是隱瞞了什麼東西 是不是要再去確認一下 因為如果說真的是這樣的話 那是面對Delta變種病毒的 重大發現 你這個要寫相關的論文報告 要去送到那個國際醫學期刊 要去告訴給國際聽 因為這是一個很嚴重的發現 那再來呢 我們全世界都知道 Delta變種病毒是 傳染力目前最強的 可是呢 這個秘魯祖孫呢 他們坐飛機坐了十幾個小時 同飛機一個都沒中 欸 那奇怪啦 那請問一下到底發生什麼事 那倒個垃圾的 卻旁邊的人會中了 對啊 所以他在飛機上 大家關在一起十幾個小時不會中 然後跟他突然講個兩句話 還是彼此都戴口罩 然後完全沒接觸到就會中 那這個病毒是會不會太任性了一點 這病毒是今天我看哪一個長得帥 還是看哪一個長得漂亮 病毒會暈跡啦 可能Delta病毒會暈跡 我不曉得啊 所以我昨天 我在我自己的直播裡頭 我都建議 相關當局是不是要把那台飛機 趕快停留下來研究一下 看那個飛機上 是不是到底有什麼特殊的環境 讓這個Delta病毒在上面無法發作 他沒有辦法活動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如果我們能夠研究出來 台灣搞不好會得諾貝爾獎啊 因為你設定了一種環境 讓Delta病毒在上面不會發生 然後再來一個更奇怪的是什麼 你知道 就是很怪的 從病毒祖孫或者這個計程車司機 他們擴散出去的範圍 越前頭的CT值越高 CT值越高代表他的病毒數 病毒量活躍越低耶 對不對 你是說 對 就是他的CT值越低 病毒濃度越高 所以這是剛好跟我們過去的經驗 完全相反 過去都是怎樣 我剛開始的時候 開始準備要發病的時候 病毒量開始多了嘛 病毒量開始多了之後 我就擴散給別人嘛 擴散給別人之後 然後所以我自己的病毒量 開始下降嘛 對不對 所以通常最原始的那一個 他的CT值是高的 然後呢 越新被感染 那個CT值越低 正常是這樣嘛 對不對 數字越小啦 雖然我不是專家 但是過去這一年多來 CDC訓練我們的就是這個 由於台灣特別在乎CT值 對不對 每一次都告訴你 因為CT值很高 所以表示 他已經沒有傳染力了 沒事了 沒事了 可以算是沒有啦 是 可是台灣 這個Delta變種病毒的行為 剛好相反 越後面被傳到的CT值越高 然後越前面那個CT值反而越低 這怎麼回事啊 這發生什麼事我不知道 還是這個是顛倒過來了 他的追的順序是不是錯了 所以我不懂這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照正常來看的話 那個CT值越低的那個也就是像 那個秘魯祖孫啊 或是計程車司機 他們才是最後被傳染那個 理論上啊 照我們過去的經驗 可是實際上不是啊 那請問一下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如果按照我們過去的經驗 是不是他們被別人傳染的 可能性還比較大 因為這樣才比較能夠合理解釋 為什麼那一整台飛機 跟他坐了一個十幾個小時 結果沒有半個人中 這樣解釋才比較合理吧 對不對 那或許他的鄰居 根本就不是被他傳染的 倒過來他還要怪鄰居了 也不是 也不是他們各自有另外的傳染者 社區裡面就不知道的黑數嘛 對 不曉得 我不知道 因為這個還要經過疫調 還要去做更進一步的檢查 才會知道 我只是告訴大家說 Delta變種病毒在台灣出現了 非常粉常的現象 然後再來呢 李平穎醫師 我們的權威 告訴我們說什麼 我們台灣的這個Delta變種病毒 特別奇怪 第一個他只攻擊上呼吸道 然後他不容易攻進肺部 所以他不容易造成重症 那你知道全世界 對Delta變種病毒的看法是什麼 你知道 他最喜歡攻擊人的肺部 然後因為他攻擊得很強烈 所以第一個你採檢不容易採檢到 因為他不再上呼吸道 那第二個呢 你只要一採檢到 通常都是重症 因為病毒已經多到滿出來 所以他三四天之內就很嚴重 立刻變成重症 那根據李平穎醫師的想法 Delta變種病毒在台灣的行為 剛好相反 他只攻擊上呼吸道 然後不太容易形成重症 那我請教一下 假設一個病毒來到台灣之後 他的行為改變 這應該代表什麼 這應該叫新的變種病毒吧 這應該就不叫Delta變種病毒吧 他是不是應該叫台灣變種病毒 所以大家有沒有去想過這件事情 假設真的是按照李平穎醫師所描述的 他行為已經做出這麼劇烈的改變 那他是一種新的變種病毒啊 他就不是Delta變種病毒啊 你基因訓練去到底怎麼對 你對出來沒有 他到底是不是真的 所以我覺得這一切都有很多迷同 我不是說一定真的 出現這樣一個奇怪的變種病毒 而是我覺得我們整個疫調的過程 給他太多疑點了 所以是不是應該要更仔細更深入的去瞭解 到底發生了一個什麼狀況 因為他整個行為在台灣的活動 都看起來跟世界各國完全不一樣 截然不同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非常奇怪的事情 那在發生這麼奇怪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的民進黨政府還決定 直接讓他們直接解封了 直接讓他們恢復正常生活 那大家有沒有想過 只要他一賭錯 會出現多可怕的一個後果 所以我真的覺得 這是人命 這不是你可以拿來當做政治利益 不是你可以拿來開玩笑的東西 我真的希望相關的單位 你們真的要好好三思